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1月3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勇士主场迎战老鹰,此前勇士19胜18负,排名西部第9 老鹰战绩为17胜19负,排名东部第9 虽然勇士缺兵少将,但最近一段时间状态火热 此前连续击败灰熊,黄蜂,爵士和开拓者 一波四连胜过后,勇士也已经躋身西部第二集团 和第四名独行侠差距只有2.5胜场而已 今天比赛前,勇士方面连续遭遇坏消息 库明家右脚扭伤,怀斯曼左脚扭伤,杰迈克尔戈林右小腿拉伤 加上库里和维金斯,勇士真的快没人了 科尔紧急从发展联盟召回罗林斯,填补阵容空缺 赛前在接受采访时,科尔透露坏消息,维金斯又生病了 这已经是维金斯连续缺席的第14场比赛 尽管万区媒体此前透露维金斯的伤势并不算严重 但看起来情况不乐观 此外科尔强调,维金斯在付出前 球队计划先让他打几场对抗训练 换句话说,短时间内维金斯很难回归球队 老鹰这边只有卡佩拉一小腿伤势无法出战 老鹰首发阵容 特雷扬加莫雷加亨特加克林斯加奥孔武 勇士首发位普尔加卢尼加克莱加迪文森佐加追梦格林 勇士整个上半场打得非常好 一度拉开21分分差 他们能取得5连胜吗 排局勇士火力全开 克莱的急停跳投 普尔的上篮加空位3分 克莱连续命中3分球 老鹰特雷扬带队多点开花 克林斯爆扣 特雷扬追身3分球 一直紧要比分 中段克莱继续轰3分球 普尔拉改上篮打进后 克莱的三分球再度打听老鹰 后半段兰姆和卢尼内外开花 兰姆作为双向合同球员 这几场比赛投篮效率确实练出来了 杰莫特雷扬带队凶勇追分 而克莱弹无需发 第一节打完 勇士38比26领先老鹰 节奏非常快 克莱第一节9中6 其中3分球6中3 轻松砍下16分 进入第二节 普尔扎耍师上篮命中后 鲍德温接到格林传球抢击3分 随后反击追身闪篮在中 鲍德温打球很聪明 跑位也非常明确 这也是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 中段普尔助攻鲍德温命中3分球打听老鹰 两队在此后3分钟时间陷入拉锯战 迪文森作3分球打破平衡 如逆发球 篮目爆扣 克莱空切闪篮 勇士一度取得21分的巨大领先优势 杰莫老鹰打出小高潮 亨特和特雷扬带队不断缩小分叉 老鹰53比70落后勇士 克莱独卡22分 普尔12分入仗 篮目13分 勇士在加快节奏后 格林串联全队 克莱已经成为勇士新盒 比三截回来后 勇士又崩了 克莱斯和特雷扬连续追分 一步六追到只差11分打听勇士 此后奥孔武连续爆扣 关键时刻 普尔上篮止血 克莱再中3分 中段全靠克莱 反击上空篮 接掩护轰3分球 带队守住10分左右领先优势 但后半段老鹰抓住机会 暴孔武和穆雷连续跳投命中 穆雷暴口止血 克莱甚至拼下前场篮板完成补篮 节目霍勒迪和特雷扬下棋三分宇 追到92平 卢尼吃饼 霍勒迪继续单打 三截打完 两队战成95平 双方回到同一期跑线 第三截只有克莱值得信赖 扑尔一直在打点失误 此外老鹰强供勇士内线 卢尼顾此失比 第四截决战 伯格丹轰三分球 穆雷连续单打命中 老鹰不断扩大分叉 中断老鹰弹无需发 克莱中投命中 普尔加速上篮 伯格丹立刻回应三分球 决胜时刻 老鹰领先勇士九分 此时勇士突然爆发 普尔两发全中 迪文森佐助攻克莱命中三分球 普尔投出三不战 格林成功一防三 阻止老鹰的反击 穆雷和特雷连拿四分 普尔闪电上篮 克莱轰三分球 最后35秒 勇士只落后一分 关键时刻 特雷杨三不战 但普尔代球直接脱手出界 最后10秒 特雷杨两发全中 克莱三分不中 普尔被冒 迪文森佐三分球追平比分 伯格丹三分打铁 121瓶紧加时 来到加时后 克雷斯命中三分 普尔船球被断 伯格丹反击上篮 随后格林回船 克莱回掌失误 此后克莱上篮打进 克莱和普尔连中三分球反超 格林大帽特雷杨 特雷杨连续造克莱和普尔犯规 四发全中 最后30秒 克莱命中撤步三分球 克莱继续造反规 两发全中 最后10秒 普尔投篮再度脱手 132平进第二个加时 比尔杰加时 迪文森佐和奥公五都普兰得手 姆雷跳投打进 克莱和兰姆连拿四分 最后一分中 格林命中三分球 姆雷抢击三分 克莱打铁 克莱再度追平比分 最后10刻 克莱三分不中 卢尼布兰绝杀 勇士最终143比141险胜老鹰 通下午连胜 数据 老鹰这边 克莱三十分 七篮板十四助攻 姆雷二十五分 十篮板八助攻 克莱四二十五分 十三篮板 伯格丹二十一分 奥孔五十六分 十二篮板 亨特十七分 勇士这边 克莱五十四分 七篮板三助攻 卢尼十四分 二十一篮板五助攻 普尔二十八分 六篮板五助攻 格林五分 十三篮板十一助攻 篮目十七分 七篮板 老鹰今天十个盖帽 至少有五个是想给了普尔 普尔全掌三十二动十一 严厉之有篮筐 这种表现真的有点糟糕了 事实上 今天的勇士 绝大部分时间 都比对手发挥的要好 特别是克莱汤普森这一点 打出了本赛季 迄今未知 最为经典的一场比赛 在四十六分钟的出场时间内 克莱三十九投二十一中 爆开五十四分 此外还送出了七篮板三次主攻 这样的得分已经是 汤普森本赛季最佳表现之一了 而且关键时刻 汤普森也能保持足够的防守强度 也就是说 他在攻守两端展现了自己的全部 特别是在末节和两个家时 汤普森成为了主导者 而勇士在最多领先二十一分的情况下 之所以后半段打得很纠结 普尔的发挥成为最大的槽点 在第四届比赛中 克莱外线接球被三人包夹 传普尔但其投出三不沾空为三分 然后最后13秒勇士落后 一分普尔持球不胜出界 老鹰球权 在比赛第一个架势中 普尔传就在失误被波格丹抢断 老鹰连得五分加时取得领先 在比赛第一个架势中最后两秒 普尔持球运出手带手滑失误 时间走完双方进入第二个架势 在本场比赛第二个架势中 老鹰领先两分时 普尔外线接球直接出手三分三不沾 看了这些操作之后 可能很多球迷都会感叹 格林当初打普尔打得还是太轻了 他在攻守两端全部都崩盘了 一方面他的投乱手感不如库里 而且作为现在勇士场上唯一的疏离点 串联队友的大局观比较欠缺 特别是关键时刻的处理球多次失误 全场出现六次失误 克莱的神勇更多是在为普尔填坑 这是勇士队值得反思的地方 另外 卢尼14分21篮板五助攻一帽 卢尼这表现 篮板怪兽啊 这21个篮板球 是他的生涯新高 其中有11个是前场篮板 而且在决胜的关键末节完成捕篮绝杀 也让我们见证了他的大心脏 他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名球员 得分不多 数据也并非每天都有这个夜晚那般诈列 但是 他一直兢兢业业 做着脏活累活 掩护 抢篮板 时光仍然 努尼也是勇士的一员老将了 当合同到期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去拿更大的合同 而是一分七百万年薪的合同 以老冬家续约 在这里 他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可以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 本赛季在勇士他场均可以得到6.7分8.7蓝板2.9次主攻 是球队里最好的纯五号位球员 所以说 勇士这笔虚约 真的赚大了 还有迪文清佐 虽然今天展现出来的状态也不行 全场就中三 一直都在打铁 但是常规时间最后时刻接到普尔的传球命中绝拼三分球 这是他连续第二场挽救球队于水火之中 真的太香了 追梦格林虽然在进攻端表现平平 但是他却在防守端做出了巨大贡献 追梦格林全场投篮五中二 得到了5分13蓝板11 助攻2 抢断三盖帽的全面数据 尤其最后的一个三分真是万万没想到 虽然勇士现在获得了五连胜 但是最近对手的橙色并不足以检验未免冠军的真正实力 可需要面对的是 在库里短时期不能出场的情况下 如何将格林普尔汤普森打造成原来的水花兄弟追梦组合 这是勇士急需解决的问题 2 5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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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